大家好,我是Stan 前YG娱乐的音乐制作人 TopplayLabor代表Teddy 最近公开了他制作的新女团 Miau Miau的五位成员 8月21号 TopplayLabor的官方频道 首先公布了成员Ella 随后陆续公开了 Kawun、Suin、Anna、Narin 五位成员 然后在8月27号 官方SNS发布了一条宣布通过快闪电 Miau将与粉丝们首次见面的消息 值得一提的是 Miau的快闪电事前预设 仅用了一分钟全部售罄 证明了他们的话题性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目前为止 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真的都好漂亮啊 如果歌好听的话 应该马上就能大火吧 哇 他们看起来要成为PlayPink的接班人了 气场太强了 要是没有Ella怎么办呢 因为现在的女爱的都特别有个性又漂亮 所以感觉除了Ella 其他都显得有点普通 虽然都很漂亮 但看起来都长得差不多 因为是刚开始 所以看起来长得都一样 但多看几次就会发现 他们长得其实很不一样 然后 因为在韩国 9月9号是猫咪日 所以很多网友们都猜测 喵很有可能会在9月9号前后出道 对于Teddy的新女团 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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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公司真的很会选歌 虽然作为主打歌有点弱 但作为先公开曲来说真的非常出色 撇开成员不谈 单纯听这首歌的时候 真的能感受到这个团体的风格非常鲜明 感觉和第一集相比没有太大变化 歌很好听 不过这是成员更换后的第一支MV 缩图只放了Athena一个人有点可惜 应该用5个成员全都出现的图才对 可能是因为期待太高了 虽然是先公开曲 但感觉有点平淡 好像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 这首歌选得真好 不仅有着50-50原油的感觉 成员们的音色也比翻唱时更突出 完全能感受到 他们在这首歌上下了不少功夫 这首歌听起来真的是太舒服了 非常期待他们的猪大哥 所以50-50的先公开曲Steady Night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期待9月20号的猪大哥回归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公开使用情侣小物的演员和爱豆 不久前 云特在出国时带着的蜜蜂钥匙圈 这蜜蜂钥匙圈 其实是演员Kim Jiwon 在粉丝见面会上分给粉丝们的钥匙圈 蜜蜂是Kim Jiwon亲手画的 并且在上面也写的Be My One Kim Jiwon 然后今天8月30号 在Kim Jiwon的机场照 被拍到蜜蜂钥匙圈旁边 有个新的钥匙圈 其实这个东西 是由云特亲自绘制并制作的钥匙圈Mountini 哇他们俩真的有在暗示了 希望他们能再多多暗示一点 像一起拍的照片之类的 本来以为谁又在那里瞎想造谣 结果被可爱的场景逗得开心的笑着离开了 幸福吧 他们到底是怎么亲近的 赶快开直播解释一下吧 虽然不知道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很亲近 但好像因为是化妆师一样 才有了这段缘分 所以希望这甜蜜的关系 能一直持续下去 贵人以后必须结婚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